我上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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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眩看眩 尝试一下吃蒜 哈喽 这里是夜里一点的哈尔滨 来的都没这么多天了 一直还没有转二八斤吃一顿 躺在这边的少草 今天就担心回去了 所以今天不管多完 一定要去炫一顿 走 十余一九九一老味少草 他这边的餐油真大 两个人操作一个路子 你看人家下了飞机 行的都没放就来了 看看选啥吃啊 十个牛是吧 十个羊是吧 帮我们推荐吧阿姨 先说是招牌都在这上 看一下吧 那个招牌都点上 你就够吃 差不多了 就这些了 哇 太壮观了 这咱才加俩腰子 都美的大肉腰子 看着不错 太拌死了个时候 大碗 羊肉 上面没吃啊 脆心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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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酸菜羊排 五个 我那天吃过这个 不错 我就特别好吃 牛肋条 牛肋条 餐油 就是我的 軟筋五个 OK 差不多了 小王子就灭火了 好的 好的 开炫开炫 堆起来 十几万元一个 就是地底球的这个价格 哇 哇 来 驾了 现在一个油耳子 回来凉了会闪 哇 这上面的油巨像 哇 都没说好整得很强 你看 餐油第一次吃这么大个的 你吃吧 绝对的油耳子再买 牛这条 它里边炒的好大 跟起牛排的呢 看下这个鸡顶大不大 看下这个鸡顶大不大 第一次吃烤的鸡顶 老味特色 烤软鸡 五花肉 哇 腿香五花肉 烤炒鸡 刷蜂蜜了吧 嗯 刷蜂蜜 应该刷蜂蜜 看满满的芝麻 可以 蒜菜羊排 这个我上次吃鸡顶就吃了 真正特别好吃这个 就这个牛腿排平均真特别好 你尝一尝 尝试一下吃蒜 你不用咬太大 你要三分之一吧 一口肉一口饼 熬那么辣 咱这口饼绝对好吃的 熬天的家人们 太香了 羊肉串 一口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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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尔滨烧烤 这是我在外地吃烧烤以来 吃的最满意的一次 他们这边特别舍得给饭料 而且食材也非常好 怎么很有偶像包袱 好朋友们 如果说你们也喜欢这条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给我留意好虎心 咱们下期再见吧 好